要保护生命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 夏凡哥哥很开心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 上一次真的太让人惊讶了 耶稣让死了三天之后的拉萨路 从死里复活了过来 而且还是让他从坟墓里面走出来呢 亲友和门徒看着拉萨路走出来 一直到解开身上那些包裹尸体的布 才更确信耶稣真的让拉萨路完全地活过来了 因为那可不是一个僵尸 也不会带着任何死亡的腐臭味 虽然现场一片欢声庆贺感谢上帝的声音 可是还是有一些人偷偷地 跑去告诉那些讨厌耶稣的法利赛人 这下子这个好事又会被扭曲成什么样子呢 法利赛人听到了又会怎么办呢 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等音乐过后 下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这一些好事之徒一看到耶稣让拉萨路复活过来 就赶紧跑去跟那些宗教领袖们来报告这件事 这让这些法利赛人和祭司掌门就赶紧聚集起来开了一个大会 有人就说 怎么回事啊 这个人竟然行了这么多神迹 该怎么办呢 要是让他继续这样下去 百姓都跑去相信他 或者跟他起来一起作乱的话 那罗马人可就有理由趁机来消灭我们了 这时候当中有一个人叫盖亚法的 是当年轮值做大祭司的 他就说 哼 你们不知道这有多严重吧 现在啊 最好呢 就让这一个人去替百姓死 免得搞到最后 咱们整个民族都要被消灭掉 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吗 这样才是一个十分合理的做法呀 其实他可不是一时才想到说出这句话的 在他担任这一年的大祭司的时候 他就开始预言说 耶稣要替犹太人死 借口耶稣会替以色列人死 才会让这些分散到各地的上帝的儿女 可以聚集在一起 合成一整个民族 而这样的言论 就是在为这些事情布局呢 好能够抓住耶稣 然后害死耶稣 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 这样一来 百姓们一想到 这样以色列国说不定可以趁这个机会复兴了 就不会对他们杀害耶稣的事情有所疑问 甚至还会主动地帮忙去把耶稣给找着呢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犹太人的领袖们的计划 已经不再只是阻止耶稣去传道 而是要找机会来杀害耶稣了 因此耶稣就开始 比较不在犹太的地区进行公开的活动 而这一回他去到一个靠近旷野 叫伊法连的镇上去 就在那里和门徒们住在一起 这一天 耶稣在前往耶路撒冷去的旅途当中 特意地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中间的地区 就在他走进一个村庄的时候 突然有十个麻风病人对着他走过来 而这就是夏凡哥哥说 耶稣是特意经过的原因了 因为那条路上等于是在大路中间的小路 往往这些地方就聚聚着那些大城当中 被赶出来的病人或者是穷困者 耶稣在这个小村落里面碰上这群麻风病人 可以说根本就是刻意要经过这里的 而这些麻风病人看到耶稣就远远地站着不动 只是大声地喊着说 耶稣啊 老师 你可怜可怜我们吧 这些人为什么都远远地站着呢 因为麻风病人在那个时代 是被当作是不干净的人 可能会带来传染的 所以一旦只要出现正常人在附近的时候 他们都要保持距离 要不然就会被当成 他们是刻意去伤害别人 传染给别人的行为 那可是要受到非常严厉的处罚的 所以他们只好远远地叫耶稣 告诉耶稣他们的痛苦 耶稣看见他们就大声地对他们说 我知道的 快去吧 去让祭司检查你们的身体吧 这倒有趣了 要麻风病人去找祭司来检查身体 那可没有说他们是已经都好了哦 而这些麻风病人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信心 耶稣一讲 他们就赶忙去跑去找祭司 没有想到 就在他们赶路去找祭司的时候 身体就复原健康起来了 这下子可以经过祭司的确认 来宣告他们是已经恢复干净 而且可以自由地回到家里面去了 这些恢复健康的人当中有一个 发现自己完全好了 就连忙转回来跑去告诉耶稣 并且大声地赞美上帝的恩典 甚至直接跪趴在耶稣的脚前来感谢他 这时候才发现 这个人原来是一个撒玛利亚人 是许多以色列人认为很不好的一个混种的民族 但是只有他会来感谢耶稣 耶稣看着他说 我记得我医治了十个人 那剩下的九个去了哪里呢 为什么最后只有这个大家看来是外国人的人 还特别回来感谢上帝呢 于是耶稣就对那个撒玛利亚人说 你起来可以安心地回去吧 你的信心使你完全健康了 当耶稣告诉这个回来的撒玛利亚人 他完全地康复 而且得救了 是不是后来那些没有回来的人 身上的麻风病又会跟着回到他们身上呢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可是这位在耶稣面前的撒玛利亚人 不但身体健康了 也因为耶稣恢复了他跟上帝的美好关系 当然这就是他真正的生命康复呢 为了要抓住更多耶稣的把柄 有一些法利塞人就来探问耶稣 想知道上帝管理整个世界的情形 要到怎么时候才会真的实现呢 耶稣就回答说 上帝国度的来临实现 并不是用眼睛看见的 根本没有人可以说 看啊他在这里 或说他在那里 因为上帝的国度的实现 是从你们心里开始的 接着耶稣又继续跟门徒说 告诉他们这样的日子虽然会来到 但是提醒渴望这个日子来临的他们 是不要用眼睛去看的 但是总会听到有人告诉他们 可能是这一天或是那一天 或是在这边或是在那边出现 都不要相信或者跟着去看 而既然这样 到底上帝的日子 又应该怎么样去分辨呢 耶稣就说 当人子我要从天降临的时候 会一下子就让全世界都知道 好像闪电一打 就会闪过整个天空一样 根本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你 只是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前 人子他要受到许多的苦难 甚至被你们这个世代的人拒绝 好像挪亚的时候 根本没有人相信方舟一样 耶稣举了挪亚时代的人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那一艘被建造中的方舟 他们天天照常吃喝嫁娶 过着得罪上帝的日子 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一天 洪水一来 他们全都被淹没了 大家都不理会警告 所以神的日子一来 根本是没有办法预备的 耶稣用这样的例证 去告诉他们 真正上帝的日子来到的时候 根本没有得逃 而警告那些身外之物 都不用再去拿 只管拼命地去到安全的地方就是了 甚至提醒他们 就算只是躺在床上休息 那该被取走性命的是什么也逃不过 这恐怖的提醒 就是让门徒更加的害怕 因为看来这个日子 不是一个很棒的天堂 反倒是像上帝要审判他们的时候 没有错 其实耶稣告诉他们的 这个神的国度不是用眼睛看的 而是因为心中有上帝 就会带着我们做该做的事情 即使耶稣再来的日子 都只要记得躲在耶稣的里面就好了 耶稣要提醒他们那些恋战自己生命的 想尽办法都在保护自己身体的安全 而在那个最后的时候 反倒要失去真正能保护他们生命的上帝 这才真的是因小失大呢 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细续说给你听 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救恩之声的网站 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上留下您的感想 我们儿童圣经故事与您下次空中再会了 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 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 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 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 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我我我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我我 爱小孩小我 在他心上做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我我我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你你你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你你你 爱小孩小你完全追究你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你你你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我你你你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你他 爱小爱小我你他在他心上做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你他 隙心辰 隙心辰 隙心辱 隙心了 嗨 隙心辱